自從在新華宮和袁世凱測過字之後 張野仙更加是身家百倍 他的事業可以說已經達到了頂峰 在新華宮這位新登基的洪獻皇帝 甘口玉牙 許願說要將他封為國師 雖然這個呢 只不過袁世凱的承諾 還未真正成為現實 但是看來他要成為鬼谷門一系 歷代弟子之中又一位國師 這個已經是差在遲早的 他覺得自己比師父 子極真人的運氣還要好得多 他師父遇到的光水皇帝 是一個沒有實權 只有厚的兒皇帝 而他遇到這位洪獻皇帝 他就授握重拳 厚含天獻 開國之君 另外他覺得自己還有一件事比師父還要好 他師父當日跟達官貴人看相 從來都沒有說要收多少錢 就是尋人賞賜 他就不是 不單止跟達官貴人看相 賞賜就照拿 而且自己還開了看相館 每一個來看相的客人 都要交出九十九個大樣 而且每天只看三個相 看三個相 就已經有二百九十七個大樣落袋 這個對於當時來說 絕對不是一筆小數目 看相館開張到現在未夠半年 他已經收了差不多有十萬個大樣 以前做黑衣的時候 他經常都想著 哇 如果自己發達就好了 他還想過 發達之後有了錢 自己應該怎麼花這些錢 現在 他真是發達 當年想了發財之後 怎麼花錢的計 已經不值一提了 眼下 他只有一個計劃 就是買一間醫院 等趙蓉蓉做院長 這件事 不是完全為了討好小師妹 他買到這間醫院 是想專門跟那些 流落在北京街頭的黑衣 免費看病 他對自己這項計劃很滿意 既能得到小師妹的歡心 也能夠睡了當年 自己做小黑衣的時候的心軟 今晚 他在美美方 請黃太歲和唐大少奶吃飯 就是為了 叫他們幫自己 買一座能夠辦醫院的屋 他只是帶了信仔來 他不想讓趙蓉蓉知道 在事情還沒搞定之前 他不想讓趙蓉蓉知道 任何一點的風聲 張野仙都好色浪漫 他想為自己心愛的女人 帶來一個大大的驚喜 看相本和美美方 一南一北 中間是隔了幾條街 由美美方出來 天已經很硬 路上行人又不是那麼多 張野仙今晚也很高興 喝多了幾杯 微微有幾分的醉意 又想早點回去休息 於是就趁蓉蓉蓉 駕著馬車快點跑 怎知道跑跑一下 突然間 嘩嘩嘩嘩嘩嘩 只聽匹馬一聲哀鳴 啪嘩嘩嘩嘩 乖了落地 咦 什麼回事呢 順仔 順仔好幸運 身手夠快 馬上停著車 張野仙也跳下馬車來看 只見匹馬口吐白抹 全身震盡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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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匹馬幹什麼鬼呀 撞車呀 順仔嚇得大跳 張野仙看 咦 匹馬病了 而且還病得很重 就在這個時候 極力百勒 極力百勒 一輛馬車 在後面剛剛好 趕上來了 順仔即時攔著馬車 麻煩大哥 麻煩你幫忙看一下 我匹馬是怎麼回事 趕馬車的標形大看 隨便望了眼 你匹馬要是病了 要是發馬溫了 有什麼好看呢 我看你呀 快點找個獸醫給他看口的了 一揚馬鞭 趕著馬車要走了 怎知就是這個時候 坐在車廂裡面的人 突然間說 咦 這位 不是神相張鐵嘴嗎 張野仙馬上拱手 正是在下 原來張先生匹馬出了事 車廂裡面的人 對趕車的大汗說 老井呀 我們沒什麼急事 你下去幫忙看一下 那個老井就跳了下車 幫順仔檢查一下 躺在地上那匹馬 哦 你匹馬吃錯東西啊 一時半刻 不行的 馬車上有兩個客人也都下來 其中一位呢 正是那位 和張芬聊過鬼的庭山先生 庭山就說 張先生 你現在去哪兒啊 哦 我回看相館而已 啊 或者先生 上我們這輛車先 我們張先生 送回看相館來 怎樣啊 那個順仔說 哎呀 那最好了 先生你先回去吧 叫關爾找個壽衣來 我這裡守住吧 這樣啊 那我們怎麼好意思呢 啊 我們送先生回看相館 都不兜得多少路而已 先生何必客氣呢 在下曾經在看相館 看先生 為人看相 哇 好靈驚 這個一點都沒有誇張啊 在下對先生 佩服得五體投地 今天 能夠為先生的效勞 真是三生有幸 先生 請上車啦 一邊講 庭山一邊 就跟另外一個人 連府 大請將張野仙請上了馬車 老井跟著一輝馬鞭 馬車就絕塵而去 張野仙坐了上車之後 正是坐在馬車正宗的位置 庭山和另一個大漢坐在兩邊 哎呀 看來 天色又要變了 那個大漢就說 啊 你背後的舊環又發燭啊 是啊 又酸又痛 還有點脹脹的 每一次天候一變呢 他都要折磨我一番 幸好我隨身帶著高藥 一陣子一貼 那就沒事了 哎 洗什麼一陣子啊 現在就可以貼得了 哎呀 這麼冷天時 那些高藥又冷得硬斑斑 要用火背一背 這樣才貼得到的嘛 哎呀 一邊說 那庭山一邊是皺行眉頭 顯然痛得好交官 那大漢 在身上拿出個打火機說 喂 我這處有個翻鬼火機啊 你看看用不用得 庭山就接個打火機 試一下吧 他在身上 掩了一副高藥出來 把打火機交給張野仙 麻煩張先生幫我背背 張野仙打著個打火機 庭山呢 就著個打火機 就在那裡控高藥 一陣子 那些藥膏就溶開了 高藥一絲絲開 張野仙看看外面 哎呀 喂喂喂 你們現在去哪兒啊 這條不是看上管的路啊 你 就在這陣子 那個庭山就即時將 撕開的高藥一貼 貼在張野仙的嘴上 跟著旁邊的大漢 就跟那個庭山先生一起 按住張野仙的手 張野仙又蠢不了聲 又動不了 一陣子 馬車就走出了北京城 來到一個偏僻的路口 一架汽車 已經停在那裡 老井的汽車旁邊 停了車 庭山人的大漢 就將嘴上的貼著高藥 上手被人反綁著的張野仙 在馬車那裡拉出來 塞進去汽車裡面 庭山和那個大漢 依然一人一邊 夾緊張野仙 老井坐上了駕駛的位置 一發動汽車 汽車風磁電製的 就向著北京城 相反的方向 挖過去 沒多久之後 張野仙 已經被人壓住在 天章一個公館的房間之中 嘴上貼著高藥的張野仙 現在顯得都不知道 多麼狼狽 雙手被人反綁一張椅子 老井 拿了個托盆進來 托盆上面 有一把蝶子 一堆棉花 和一碗黃色的藥水 老井就將個盆 放在張野仙身邊的桌上 然後 輕輕撕一撕張野仙 嘴上的高藥 張先生 真是對不起了 昨晚 我們國女長 和你嘴上貼了一件 這樣的高藥 又不吃又不喝得 又不害得 好難頂的 不過 這個也是我們女長 取對你的愛護 如果不貼高藥 我們要打暈你 或者你塞麻藥 我們女長特意交代 說你不但這把口很重要 還有把口上面那部鬍子 都很重要 要我揭高藥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點 千萬不要弄髒你那把鬍子 張先生 藥膏上的高藥 是我們女長特製的 用這些藥水 就可以將它完全溶解 你只要不要亂動 我保證你一條鬍子都不會掉 講完之後 老井就用棉花黏了藥水 輕輕抹在高藥和嘴黏著的地方 慢慢撕著高藥下來 搞定之後 他還拿個面鏡 放在張野仙面前 那 看看 是不是乾淨了 鏡中的張野仙 高藥已經站了 胡蘇呢 也得完好無缺 張野仙也沉得住氣 他既不發火 也都不怕青 神色都不知道多麼平靜 請你們博女長快點過來 博庭山推門而入 我已經來了 在他身後 正是那個參加綁架的大漢 開頭我還以為落在綁匪手裏面 想不到閣下居然是一位女長 算是一半官一半匪 請問 那我應該稱呼閣下閣女長好啊 因為閣大王好呢 又或者兩樣都叫上女長大王 你索性開門見山 說吧 要多少錢 才可以熟我回去 我好打電話 叫人送錢過來 哈哈哈哈 張先生 既然這麼爽快 好了 那我就出嫁了 但是我不是要錢 而是請先生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 什麼話 什麼記者招待會 你要當眾宣布 袁世凱見這個什麼中華帝國 是個短命皇朝 他這個洪顯皇帝 絕對做不成 不用一百天就玩完 至於 他為什麼做不成 今天天儀 至於天儀怎麼體現 就要靠你這把鐵嘴 怎麼將死都咬回生 張野仙一聽就即時反對 不行 我已經向世人公布 洪顯皇帝 基業狗狗場 我張野仙有什麼身份啊 又怎麼能夠出以反以 自己打爛自己招牌呢 先生不要急著一口拒絕 你冷靜考慮一下 再表態行不行 不用考慮 我張野仙雖然只是個體相佬 但我們體相 也都有體相行的規矩 既然 對待一個平常客觀 我們都要依據面相 而講出我們的判斷 而不是阿如奉承 故意中傷 何況 我現在要對洪顯皇帝 還是一國之君 我怎麼可以順口開河 亂說二十四呢 你要我開記者招待會 我都會對記者 堅持我之前的段語 他的基業長長久久久久長長 你們最多槍斃我而已 無所謂 我死了 洪顯皇帝都一定會追封我做博師的 啊 怪得袁世凱會想做皇帝了 原來你們這幫人 尼玉分心 極力鼓吹 老實跟你說 我給你開個記者招待會 是以讀公讀 等順利順到十足十的邊緒張分 和那些生埋老筍的 各點的傻乎將軍 也都加入反原行列 其實沒有他們 袁世凱都一樣會臨動 而且絕對不會超過一百日 你還想他追封你做國師 發你的百日夢呢 告訴你 我不會殺你 殺你只能弄髒我的手 最終我都會放你出去 不過我放了你之後 你 再也都不可能 憑你那種胡說八道的所謂鐵嘴 在那裡亂說二十四 周周遺約 你要他進來 那大漢向門外一入手 進來 只見雷鎮春 拿著一條 套著布袋的棍 走進來 這個時候 雷鎮春依然身着將軍制服 但是神情目然 嘴角還流着口水 整個癡癡呆的樣子 簡直好像換了一個人一樣 雷處長 你是誰 我是軍警執法處長雷鎮春 你喜歡吃點什麼 你吃糖 你最不喜歡吃什麼 你吃糞便 那大漢又在袋裡摸了一粒糖 指著張野仙說 你和我在頭上 狠狠打一棍 我給你一粒糖 打 雷鎮春即時 舉起那條包著布袋的棍 向著張野仙的頭殼狠狠打下去 張野仙就想避 但是他身上就被人綁在椅子上 動都不動得 噗 頭殼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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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野仙整個人 都不動得 咦 沒事啊 都不是那麼痛 咦 喂喂喂 打他不痛啊 好玩啊 好玩啊 好舒服啊 那大漢就把一粒糖 丟在地上 雷處長 打得好 給你糖吃 雷鎮春就即時 趴在地上 撿一粒糖 放進嘴裡邊 好吃啊 好甜啊 分一半給他 噗 雷鎮春馬上呢 就拿出粒糖 咬了一半 塞入了張野仙的嘴裡邊 張野仙 呸呸呸 即時把一粒糖 摘在地上 咦 你不吃啊 喂 你不吃而已啊 我吃啊 雷鎮春又把一粒糖 放進自己的嘴裡 咦 咬得不知道多麼 瓶瓶有味 好吃 這雷鎮真的好吃啊 大漢就問他了 糖好吃呢 什麼不好吃啊 狗屎啦 你有沒有狗屎啊 有啊 雷鎮春就真的在袋裡 摸了一粒黑股肋掛的狗屎出來 把那粒狗屎送到大漢鼻子前邊 大漢就即時掩著鼻子 喂 他不吃糖 肯定喜歡吃狗屎的了 你塞狗屎給他吃吧 啊 好啊 好啊 雷鎮春就真的把那些狗屎 塞進張野仙的嘴裡 張野仙即時咬緊牙筋 猛禁令頭 左臂右臂了 他不喜歡吃狗屎啊 那很不乖啊 那怎麼辦啊 那你吃了它啊 雷鎮春就真的好順從 那樣把那些狗屎的火在嘴裡 咬起上來 嘩 吃得都不知道多麼 津津有味 好了 出去玩啊 好啊 好啊 有得玩啊 有得玩啊 國庭山等雷鎮春 走了出去之後 張先生 你是神相 肯定已經認到他了 他是袁克定手下的大紅人 軍警執法處的處長雷鎮春 我聽說 你跟他測個字 說他父親七月份會過身 你測得真是準 他父親 是七月十三號過身 張野仙叹一口氣 真是猜不到啊 這麼精明的人 十幾天沒見就病成這樣了 哈哈哈哈 你以為他病成這樣嗎 你錯了 是我們將他搞成這樣 他是袁世凱復迫帝制的罪魁禍首 這樣的收場 亦都是罪有應得 張先生 老實跟你說 如果你不照我說的來做 過幾天 你就會成為他的爛兄爛弟的了 哈哈哈哈 要使得你都變成他這樣 不用浪費很多功夫而已 不過就要受點苦了 老井 你跟他講一下 老井是執在地下 那條套著布袋的棍 舉一舉 就是用這條棍 你剛才的頭 已經被我們撥了一下 不是怎麼覺得痛呢 因為這條棍軟 是一條軟棍 裡面裝了三樣東西 裡面裝了三樣東西 一部分是米糠 一部分是沙 大部分呢 是奴花 人家說 軟刀殺人不會痛 軟棍打人都不會痛 講完之後 老井又舉著這條軟棍 好熟練地在張野仙的頭前前後後 左左右右 連打 喇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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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ん 十几下 把东西才被人绑到实一实 肯定避都避不了 你看看 不痛呢 最多不过有些温温顿顿 云云陀陀的 不过不痛就虽然不痛 每天的头 捱回一百下 九日之后再聪明的人 都会变成白痴 刚才那个雷处长 我打了八日 八百下 他就变成现在这样 你神相张铁嘴 比他聪明这么多 恐怕又捱十日 捱一千下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不要紧 反正他们大把时间 这里是天津 是日本租界 你们的红宪皇帝都追查不到来这里 我慢慢打 你慢慢捱 什么时候你变成了雷处长 我们什么时候收拾 不过 我提醒你 这条棍打一百下 你呢 头颗就不是这么靓 打到三百下 就算是朱葛亮 都要变回臭皮账 到时候 如果你想改变主意 恐怕都没什么机会了 上宿沙 上廷台 趁早说 打完之后 你就没得知了 说完之后 老井举了支棍 就要打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雷振春 走回头 他手上捧着一堆狗屎 好玩 收拾了很多狗屎 这个白贱小朋友 我帮你换一块糖 来吃好不好 老井举掌 我推开的雷振春 他一条远棍 正要打张野先 谁知在这个时候 郭廷山拦着他 张先生 俗语讲得好 息时务者为俊杰 你一直都在 看相馆里面 做你的国师梦 大概还不知道 现在的时势吧 我讲多少你听 昨日 12月22号 也就是袁世凯 接受推大自称 洪宪皇帝的第十日 云南将军赛岳 唐鸡瑶 在全省文武官员面前 召开誓司大会 杀血为盟 拥护共和 举施起义 誓土圆誓海 他们已经定了 10月25号 也只是后日 在云南宣布独立 成立军政府 组织护国军 发动护国战争 贵州和他们呼应 很快 也都拒起 土圆护国的大旗 现在 全国各地 都不知道 多少有色之事 已经组织好 准备一切 共商 反原胜举了 你猜 你个国师梦 还做不做得下去 哎呀